現在來示範一下怎麼樣設計的角色 再來以這個角色來去建構動畫的模型 現在這個圖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 這個圖我主要是要參考人的比例 因為我們可以從網路上面搜尋很多角色的設計圖片 一開始如果我們不熟悉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參考比例的部分 我們可以依照他的比例去繪製這個角色 我現在要做的是繪製一個P pose的角色 就是說因為我們要在3D軟體裡面建模 我們人的角色最好是一個展開的狀態 就是一個像T字形的一個展開狀態 就是他手兩隻手要打開 這樣可以方便我們建立模型 那我現在就來簡單示範一下 怎麼樣畫這個角色 然後依照這個角色來去建模型 那首先呢我先新增一個圖層 這是一個空白圖層透明的 然後呢我把這一個尺寸稍微再放大一點 因為他現在這個水有點小 現在才寬900 所以我的高度呢我想要再給他大概在600 稍微大一點 然後最好是說如果你有這種廢圖版的話呢 可以比較方便你會 或是說你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在紙上在紙上畫 然後這掃描在電腦裡面也是可以 那我現在因為我有廢圖版 所以我來用這個來繪製好 首先呢我們先繪製他這個頭的比例 那我們假如說以這個男生來講 假如說我就先找 先畫出他的頭的部分 我現在把這個 筆的尺寸稍微縮小一點 然後我把它改成是 色筆 這個沒有暈開的狀態 然後顏色 這個透明度呢把它加強一點 顏色 然後選擇黑色的 然後我們先大概畫一個中線 中線 然後他的頭的比例呢大概是 這樣 我們參考他的比例 但是我們不是要跟他畫的一模一樣 我們要參考他的比例 然後他的身體的 身體的比例呢 大概是 這樣 把他的腰到這裡 然後腳的部分呢 膝蓋的位置 然後腳 鞋子的部分 腳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好 然後手呢 因為我們是要畫展開圖嘛 所以我們手的部分呢 可以 我們可以把它 直接 打成 就是 弄成水平的狀態 他的手 比較細 所以我們畫的有點粗 大概 肩膀抬起來 好 肩膀 這個地方 好 我們可以修一下 修一下 那我們現在這個設計是 一個沒有 就是沒有穿衣服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把那個邊線 稍微修一下 好 手稍微可以再細一點 好 因為他手其實有點細 所以呢 我們 可以稍微再畫細一點 這個比例 然後他有點腰身 所以我們稍微這個 身體的部分可以再稍微修 細修一點點 然後腳的部分呢 先把他整個 垂直下來 好 腳呢 稍微往外修 把這個中線這個地方稍微修一下 那腳的部分呢 這個可以讓他稍微長一點 OK 然後 我們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是 接下來的部分就是 可以 來畫手 那手的部分呢 我們 有時候呢 我們要看一下他的這個 不能做得太長 那手大概是他在這個 這個 他的 大腿的附近 所以腿的部分呢 我們所以 腰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所以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可以稍微 比如說 畫個虎 畫個虎 大概 大概這個位置呢 好 所以呢 差不多是 手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左右 這是一個 姿勢的位置 好 這是一個 手 這個長度 手 都可以讓他稍微長 按在手做長度 這個位置 好 好 OK 然後我們把 另外一邊插掉 因為到時候我們可以用複製的方式 把左邊 左邊畫好之後呢 那我們 到時候我們用 用那個 翻轉的方式呢 把另外一邊呢 把它完成 我們就不用再去畫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呢 我們 來複製一個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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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複製影像 我們應該是選擇複製 就是在影像這邊選擇複製 然後呢 我們就複製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再多 就 原本 這是原本的 圖片 那這是新複製 它多一個拷貝的這個名稱 好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影像呢 把它做一個翻轉 水平翻轉 好 然後把這個圖呢 稍微縮小一點 把這個圖層 把它拉進來 這時候呢 我們都得到 另外一邊 就可以把它關閉掉 不用存檔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可以稍微來對一下 身體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頭的部分呢 看起來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稍微修一下 這個頭 目前看起來是 稍微大了一點 這是大概是 1 2 3 4 差別是四頭身的一個角色的設計 好 那我現在呢 把這張圖層關掉 我們 其實這個圖層就可以不用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我們 保留這個 大概的大小 大概的大小 我們現在就是做一個拆切 然後呢 我們 把這個底部 白色鋼 做一個合併可見塗層 好 合併可見塗層 應該選到這個 然後選擇塗層 合併可見塗層 好 然後再把底部這個白色打開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角色 所以已經合併成一張 然後 我現在把這個 頭的部分 我們把一些中線部分把它擦掉 其實 呃 這個地方可以讓它 不要靠那麼近 所以稍微有一點 這個 腿跟腿之間呢 有點距離 這樣可以比較好 然後 膝蓋的位置差不多是在 好 這裡 大概畫一下膝蓋的位置 然後 這個是手肘的位置 好 好 然後 頭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稍微稍微修一下 我們稍微 不要那麼大 不要那麼 那麼遠 我們稍微垂直一點 好 好 先一個基礎的人形 先畫出一個基礎的角色 所以我們這個基礎角色 的一個部分就好 然後 眼睛部分呢 或是耳朵 鼻子部分 我們是後面 所以我們在正角色的時候 也可以再加 我們畫出一個 練習 建出一個基本的 人形出來 然後把其他部分把它修整 好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一個 基本的一個角色的一個 設計 好 這是一個基礎的一個人體 好 那現在呢 我 要來 把它儲存 圖片 好 可以選擇 儲存 網頁用的圖片 好 可以先存在 多 news 算這邊也可以 來 這是一個 基礎的人形 好 比如說這是boy ok 所以呢我們就 從 參考圖片呢 我們就 依照參考這個比例呢 我們就畫出一個 基本的一個人形 然後 等一下呢 好 我們會依照這個人形呢 來實現過一個 呃 來建模 來完成一個 一個人 一個人體的一個模型